你好尴尬 熊大林投资郭富城不绝输 今日熊大林在香港收起商业银行活动 谈及有关投资话题时 主持人突然发难问起熊大林 只要男友是否也有一套长线投资策略 眼看后郭富城以示情势再被摆到台面 习以为常的熊大林收起尴尬 只似有所指的回答 我是投资的话 它就是像你赚钱就是赢了 然后那亏了钱就是输了 但是我觉得感情方面就并不是这样子的 就不一定说是你要是两个人分了手 不合适分手就是输 我觉得反而有时候从这段经历中 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可能令到你下一次就更加 去清楚地找到更适合自己的 我觉得反而这样子是赢